時間來到8時11分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 你聽到太緊的是先禧年代 6月13日早上和大家見面 有小羅文在此 政府昨天首度引用23條立法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89條所賦予的權力 對6名涉嫌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被通緝人士 包括羅冠聰、蒙兆達、劉祖迪、鄭文傑、霍家智 及蔡明達施行6項措施 其中6人都有被施行這4項措施的 就是包括禁止提供或處理資金 禁止與不動產相關的某些活動 即是不可以租留給他們或向他們租留 涉及有關潛逃人士合資企業及合夥相關禁止 還有就是撤銷、特區護照等等 除了獲得保安局局長特許授權外 任何人向指名潛逃者提供資金、經濟資源、出租不動產 成立合資企業等即屬犯罪可囚七年 其中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也提到 任何人以任何平台向指名潛逃者提供資金 是屬於犯法的 今次就此情況 請來一位嘉賓在電話旁邊跟我們談談 有前保安局局長 亦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 黎棟郭 早安 早安 顏色樂文 這次政府的做法或實際作用是甚麼呢 這個實際作用就是要向這些被通緝的人士 他們這些潛逐者提供一個非常清晰、明確的信訊 第二件事就是要儘量切斷了他們一些資金的來源 怎樣看這些六項措施是否達到你說的目的呢 先說譬如切斷資金來源這一部份 先說譬如切斷資金來源 先說譬如切斷資金來源 因為當這個人生效之後 任何人在香港都能以任何方式 向這些人提供金錢或者經濟的協助 每個說話說譬如某人每一個月 他都會向那些被通緝的人 提供某一個數量的金錢 這樣他就不可以做了 因為如果他這樣做 就是違反這個國家安全條例 那個最高的典份是可以判監7年 李董哥 我想問你是不是用了免提 因為有一點雜聲 聽也有點難 好 昨天保安局長在會面傳媒的時候都說到 六個人是試圖影響部分 和國安有關的案件的審判結果 咦 李董哥 聽到嗎 聽到 好 繼續問 剛才說到其中一項的措施 就是禁止提供或者處理資金 大家就關注到其中一個意見 現在這些被通緝人士 有些是用到網上的平台 Patreon YouTube等等有經營 而譬如有些平台都要給一些每月的訂閱費用 這些究竟是不是屬於提供資金的其中一個手法呢 這個當然是屬於一個提供資金的手法 因為你訂閱的平台你給錢 你知道他是經營這個頻道 通過他經營這個頻道 他是有金錢上的收益 所以這個例子是非常明顯的例子 所以現在是禁止不准這樣做 另外有一些譬如影音平台 就未必說要每個月給訂閱費 但是可能看了某些片段 然後某些片段多人看 或者儲那個觀看時間比較長 可能有機會分到一些廣告收入 或者其他收入 那這一類又算不算提供資金呢 因為這類都比較間接性 你這個例子相對上是間接性的 首先第一樣東西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訂閱 因為第二樣東西如果他真的訂閱 那當他收到通知的時候 他是不是真的會去看 第三樣東西就是 雖然他是去看 但是如果他一個人去看 我相信他能夠使得那個營運者 獲得這個平台給一些金錢的回報 他就未必真的這麼容易去證明得到的 因為據我理解的這些平台 都需要相當多的流量 他才可以達到可以發放一些金錢的目標 所以正如你所說的 這件事就比較上是很重要的 但是現在政府已經是很清楚通知了所有的人 這件事是不能做的 那當然最好的就是 我會去嘗試做這些 所以做這些 剛才你說如果他沒有訂閱 訂閱了朋友的通知有沒有看 因為有時的影片不一定要訂閱都可以看 那怎樣呢 你沒有看或者你不小心看到 我相信選了一次這些問題就不會有問題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如果你是向那些人提供金錢的協助的話 你是違法的 但是這個是一個刑事罪行來的 那刑事罪行呢最重要是 要控方證明得到你有犯罪的意圖 如果你開一個社交的平台 突然間有一條影片走出來 你不知道你昨天去看一下 雖然你看到之後你發覺有問題 但是你看了嘛 就是說這個行為你做了 但是你並沒有一個犯罪的意圖 你不是真真正正為了要提供資金給他 而去去訂閱他的平台 比如你訂閱 那你有一個實際的行動 你知道背後有什麼東西你去訂閱他 那這個就可以顯示到你有一個犯罪的意圖 但是剛才你的例子就是你無意中 所以你是沒有一個犯罪的意圖 所以是不是現在訂閱了 譬如Patreon那些平台的人士 是要有犯罪意圖 那是不是應該有下一步的行動 執法部門會對他們 那執法部門當然 他如果要對於某個個案要採取紅定 那當然他要搜集足夠的證據 證明到那個犯罪行為 的確是出現了有犯罪意圖 那他就可以有理由相信 某人違反了法律的時候 他就可以採取適當的行動 其實講到《國安法》裏面 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 庫權警方國安處發行 發行政命令要求服務供應商 可以移除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一些訊息 其實是否可以在境內 一些香港的市民在境內 是不可以看到一些相關的平台 或者這些平台 經營平台的一些 無論文字也好 或者影片也好 那不是更加可以倒絕到的問題嗎 這個是兩個情況 就是說警方國安處根據 《國安法》裏面實施細則所 如果執行這些措施 這個和剛才我們討論的問題 是兩個不同的途徑 我的意思就是 既然剛才說市民訂閱了 那就有機會 因為意圖有問題 觸犯了這次的法例 有沒有說 如果是那些提供 或者在中間提供這些 讓他們上載影片 或者讓他們做一些現場直播的影片 或者他們一些文字訊息 可以放上去的這些平台服務供應商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方法 令到他們不提供 那市民更加不會犯到法 會不會這樣呢 那當然是 警方可以 要求相關的平台 就屏閉了他的 但是別人做不做呢 這個是別人試試正如的 大家都知道 之前有這首歌曲的事件 最後 當然政府要求他們 刪除了他 難不做到 結果最後他就要在法庭裡 拿到一個禁制令 才能做到這件事 因為這些平台 全部都不是在香港 境內的 在境內的時候 你要求他做 別人做不做 就變成是他的 他的想法是大於你要求 他可以聽你講 也可以不聽你講 所以這次這個情況 需要不需要做到 好像之前你引用這個例子 可能要用到禁制令呢 我又不相信需要做到這件事 因為你任何人 去提供金錢資助 你已經是 違反了 一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現在已經是 用了這個方法 我覺得 是更加日和 而且你說這些平台 就是訂閱這些 只是那條條例裡面 可以發生公辱的其中一個情況 其實他更加針對什麼呢 譬如老人 他每月定期或者每一次 他都向這些被通緝的人 是提供金錢的資助 那個才是重要的 那條例本身 他制定出來的時候 他的目標是很清晰的 嗯 我想說這次 向六個人都有施行這四項的措施 也都包括了這個撤銷特區護照 其實這個目的是什麼呢 撤銷特區護照 換句話說 他們持有 特區政府所簽罰的旅行證件 就無限 因此他就不可以拿著那本證件 通到去 但有些說法就是 譬如有些被通緝人士 本身都是沒有特區護照的 本身都是用了BNO 還有我見譬如 都是前途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 都提到一些潛途者會獲得庇護 他們的國家發出一些短期旅行的證件 我意思就是如果撤銷特區護照 對他們的作用是什麼 有幾個作用的 第一 如果那本特區護照無效之後 他們要離開他處身 當地去其他地方 無論任何目的 他都要首先 要拿了一本臨時的旅行證件 不管那本臨時的旅行證件 在哪裏發出 第二 這本臨時的旅行證件 又要獲得他想去那個地方的 執法機關 政府是承認才行的 第三件事 由於這個臨時的旅行證件 就算你拿到 通常那些都不是一本 那可以是免簽證 進入那個地方的旅行證件 那因此呢 你就必須要 向當地 又申請一個入境的簽證 你要做完這些事情 才可以去的 那因此呢 變成如果他要出行 就會帶來 就是相當多的事情 他要做好才行 那譬如香港以前 我們回歸之前 那些內地 在香港出生的香港居民 他們是拿著 我們叫做CI 身份證明書的東西 是旅行證件的 那麽呢 如果他們要出去旅行 大家當時 如果有記者都知道 你去哪個地方都要簽證 而且簽證 你不是說就這樣 走去人家那個辦理簽證 甚至到你填了一張表 就給你 有些要做幾位內閣 又要拿你很多很多的文件去看 因此呢 就見到你 出外 去從事各種的活動的時候 你都會發覺 你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很麻煩的 這次你覺得 做了這幾項的措施 是不是有效可以打擊 防止到政府的新聞稿提到 這些潛逃者在英國 繼續公然從事危害 國家安全的勾檔 是否有這樣的效果 我覺得政府這樣做 他必定是對於他們產生 各方面都有相當多的壓力 也都很清楚明白 他們做這些事情 特區政府也都有各種法律的工具 來處理 好 謝謝麗董國 今天跟你談到這裡 麗董國是前保安局局長 也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 休息一會 不少聽障人士很關心社會時事 不過又有多少時事節目 關心聽障人士的需要 1980年開播的時事集錄 已經配有首要翻譯 透過節目 觀眾可以掌握一星期內 發生過的本地時事新聞 以及國際焦點大致 陪伴大家超過四十年 時事摘錄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半 港台電視三十一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 昨天立法會談到 關於本地電影發展 因為有議員都在質詢問到 電影發展基金 電影發展基金就是 政府一直透過這個基金 在四個方向方面有做功夫 包括人才培訓 提升港產片的製作 拓展市場和拓展觀眾群 希望可以支援香港電影業的發展 有議員問到 是否可以優化基金下的一些資助計劃 亦討論到 是否可以借助大賣的電影去推廣旅遊 其他和旅遊相關的意見 是否可以用到電影業的元素和資源等等 請來一位嘉賓和人談談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鄭永尚早安 早安 鄭永尚早安 你就是其中一位在質詢導友 講到電影發展基金 為何問到這一方面呢 首先我想大家都 近來都見到電影九龍城寨 票房很好 香港票房已經過億了 另外在內地的票房也很收得 大家都會非常關心 我們香港電影發展 大家都很喜歡香港的港產片 也很希望支持 不過我看到過去幾年 有些不同的港產片 有些做得很好 有些相對起都未必不太成功 大家都關心 究竟我們過去政府 由2007年開始 透過基金做電影製造融資等等 之後做了十幾年 又有不同的計劃推出之後 究竟成效是怎樣呢 如果我們的勢頭是不錯 究竟是否還有沒有空間 可以再做大些 做更強些呢 另一方面 有些朋友都提過 在九龍城寨這個電影 那些場景這麼特別 會否有機會 都可以拿一部分來做展覽 市民也好 遊客也好 都可以看一下 都是當作是一個 旅遊的景點之一 所以我自己昨天就有口頭質詢 政府有關方面工作 剛才你提到2007年 2007年就是 政府透過電影發展基金 推出了一個 叫做電影製作融資計劃 這次你都問到 在基金下面 各個的資助計劃 是否可以有些優化 你覺得現時這些計劃 有什麼問題 或者優化的方向又如何 其實從2007年開始 這個融資基金 批了很多不同的電影 其實每年香港政府 都給了一個很大的支持 是拍攝聯同類型的電影 有一個配對的 就是2900萬來上限 其實有很多都不錯的成績 剛才也有說到 除了九龍城市 雖然不是 但有其他 例如那些年少日機 燈火攔山 這些其實 口碑和票房都不錯 就是所謂有錢賺的 但是有些業界都跟我們反映 其實因為這些資助的金額 如果相比起製作的話 其實就比較少一些 所以看到大家過去幾年 可能很多時候 看電影都是以小品為主 可能是本地的題目為主 因為他們很難拍一些 比較大型的電影 也有個意見 會不會都可以 在那個資助金 在適量地調整一下 或者有些配對 是就著那個電影 整個製作會比較大一些 中大型 中型的項目都支持一下 因為現在其實電影都分開主要兩大類 一個就是一些小型的電影 就是中小型的電影 或者去到九龍城市 那麼大的戲 那麼大的戲 當然有很多的投資者 他們會做 但是這個就相當少了 鄭英俊 我們稍後回來再談 究竟可以怎樣優化這些計畫 剛才提到立法會議員在質詢東問 有關於電影發展基金 下面的一些計畫 例如電影製作融資計畫 是否可以有優化的空間 政府在回覆時也有提到 其中說2020年推出的 電影製作融資計畫放寬措施時 已考慮到當時業界 因為疫情所面對的挑戰 優化了機制 和提高了實際的融資額 給所有合格的申請 都可以獲得最高融資比例 即製作預算的40%或900萬元 以較低者為準 都說業界非常歡迎 整體來說還有什麼優化的空間 繼續跟鄭英俊談 鄭英俊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主持人 師兄 которым詳 criança 早安! 周해�ume 早安! 很好 早安! 早安! 甚至早安! 已经放宽了预算的40%或者900万以较低为准 你觉得也是不够的对于制作一部电影来说 或者是不同规模的电影来说 是的 其实刚才也有提到 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这个计划延伸到2020年1月3日 我们也觉得是时候都可以到差不多的时候 检视一下整体不同的资助计划 刚才也有提到 譬如现在都是以900万为上限的一个资助 这个配对其实相对可以拍一些比较小品的制作 这一方面如果我们希望日后我们的电影是可以有中大型的电影 可能都要多一个不同的台阶或者多一些资助金额 另外其实政府过去也有很多不同的新的资助计划 都出台的包括了刚刚之前有一个新火相传计划 都是将一些比较有资历的导演和一些新的导演合作 其实都有几套戏的 譬如是王家伟那些 有几套戏 陈岳珍导演和张云霆导演 都有跟新的导演合作的 但这些电影现在还是拍摄阶段 那成效是怎样我们再看 另外譬如有些首部剧情电影 都是给新进的导演的 不过这个我觉得值得检视的 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 有很多电影很好看之后 新进入第一部 可能看不到第二部或第三部 究竟原因是怎样呢 那些新导演拍了这么出色的电影之后 又怎样到二三部呢 另一方面有些人都会问到 政府作为其中一个投资者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是可以鼓励更加多的投资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检视一下 譬如我自己都留意到 譬如韩国 韩国政府都特别鼓励 譬如有些可能是 比较高风险的投资的机构 他愿意投放下去拍一些 银行这些都可以 日后政府都可以 我觉得都可以有空间去帮忙 找一找有没有投资者 愿意去做这些投资 让到电影有更多不同的类型出现 刚才说到融资额那裡 你觉得这个限制 是不是都令到 香港电影发展 有一些题材上的限制 刚才你说 可能是一些小品为主 所谓的 如果要去到一些 其他规模的电影 其实可能资助额 或者融资额 要去到多少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资助额 或者配对基金 或者整套电影的制作 未必是这么高的话 可能很多的电影公司 他们只能够拍一些 一些本土的题材 电影为主 可能主要的市场 都是本地 但大家都知道 电影都是全世界竞争 我们自己都想走出去 所以不论是 在亚洲的市场 东南亚市场 以及内地市场 都是这么重要的 所以一部电影 可能有个 比较台阶的支持 我觉得都会有助到 电影的推动 究竟今晚是怎样呢 我认为政府可以警示一下 其实大家都知道 譬如像九龙城寨 几亿的一部电影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些事情 可能承拒政府 这些事情 能够承担这个风险 但是譬如是否 可以增加一些资助 这个都值得去看 另外我想特别提 除了商业数之外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拍的电影 走出去的成绩都不错 其实他们都不只是说 我们特别政府投放了 一定要为了赚钱赢 他也是可能 将我们一些好的故事 带出去 那样 我觉得也有他的影响力 在这儿 郝王翔一说 在金额上可能有些限制 是不是都听到 比如申请过程 好像业界都反映过 是否比较复杂 或者比较慢 甚至有些可能拍完 才批相关这笔钱 但是因为可能有些 其实要事前的规划 比如说 有些条件 中介费 不可以过某个比例 有些不同的条件 但这部电影可能已经拍完了 变成了 就算批了 即我批了 但到最后 其实都拿不到些钱 有没有留意过 那个申请的过程 是不是都有一些 优化的空间 我自己都有听到业界说 有时候都明白 始终都是公帑 政府有时候都要把关 所以有时候 那个申请的时间 可能会久了 当然 因为始终电影 都有一些时事性 有时候又或者有些潮流 都希望可以把握一步 所以一方面 政府都希望可以再看看 那个程序 会不会再有更优化 其实不只是申请的程序 另外 譬如我们很多时候 以香港作为题材的地点 那些场景 会不会有时候 都要透过不同的政府部门 都协商一下 让他们更容易 可以找到一些地方 可以拍摄到 这个也是其中一样 另外 其实电影业界 有时候可能他们 在于申请政府一些资助 其实他们也有些 未必那么容易 我另一方面 也建议 可能政府都协助一下他们 究竟在申请方法方面 有些什么地方 他们要特别留意 怎样要交一些数据 等等 我想这些方面 政府都可以提供一些释证 在你的质询那里 政府在答那里 都提到 接受了资助的电影 所获得的资助金额 和票房收入 都可以说 有些都挺参私 有些是很理想的 但有些真的可以低到 票房得几百元 甚至几百元 几千元又有 但可能他们获得的资助金额 是以百万元算的 二百万又有 三百万又有 你觉得这个情况 是不是都需要留意呢 如何避免 譬如政府投放 或资助了 这么多 在一部电影里 但到最后的票房 是这么低呢 还是这个 都是没办法避免的呢 我自己都看到 整体政府的回复 它都将来列了 过去这么多年的 一些电影的资助金额 和票房 都来列了出来 我自己觉得整体 大部分 其实都是OK的 当然有一些小部分 就是刚才你说的 可能几千元 有几千元 这个是很少数的情况 当然我们都要 研究一下 究竟是什么原因 做速市是这样的 但我觉得整体 都是有 很不错的电影的票房 还有有时候 一些票房 可能我们投资了 一个不是很大的数目 但回报率是高的 例如刚才说的 毒涉蛋撞 其实它过亿票房 政府也是有分成的 但对于一些低票房 我们也要留意一下 但是我们 除了电影制作之助 除了是资助它的票房以外 都要看看它那个电影的 本身的 文化体制成分 又或者是否可以去 出到一些参演 一些比赛等等 这个都要看的 所以我就建议 整体 因为刚才也有提到 电影的融资计划 都已经 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可以整体 甚至一下 再检视一下 一些新的计划 其实刚才也提到 除了电影融资计划之外 现在也有些 譬如亚洲文化交流电影资助计划 都希望可以开展 亚太地区的市场 又或者内地电影市场 资助计划 都是希望创建一些内地市场 以至到那些串流平台 都有些不同的资助 那这些成效是怎样呢 我想都需要少时间 都去检视一下 但是我觉得 都是一个好的开始 你有没有留意到 现在批不批这套戏 获得这些融资 或者资助的时候 那个把关是怎样的 虽然有不少是 票房比较理想 但是也有些人 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始终这些是公帑的 那你觉得 把关的位置又应该怎样呢 我觉得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有 电影发展基金 其实它都是一个委员会 来自不同的业界的朋友 以至到一些 可能是商界的朋友 都会看的 那我相信 他们在审提的过程里面 都会已经去审视了 所有的原因 当然我相信票房 都会是其中一个 或者他们估计的票房 都是其中一个考量点 但是除了票房以外 我相信 有其他不同的成分 但是日后 究竟 怎样是可以 确保到 譬如可能 五十个公司 估计的票房 和索实的票房 不要出入太多 那这个都可以 其中一样可以看的 好 谢谢郑永迅 和你谈到这里 郑永迅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 讲到电影发展基金 他也提到 是否可以优化 基金下面一些计划 也说是否可以加强 对新进导演 和编剧培训等等的资助 有议员在讨论期间 也提到是否可以 用电影来推广旅游 或是如何吸引外国人士 来香港拍电影 有什么想法 1723 这一转头回来再谈 现在休息一下 当你发现 你的手手脚脚有水肿的时候 是否代表你的腎有毛病 有没有听过益生菌 既然是菌 为何又会有益 我是刘泽星 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何继良 腎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李国栋 家庭医生 我是麦永迭医生 精神科专科医生 我是陈家亮 是一个腸胃兼观众科的专科医生 整理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步直播 187231 千轻年代 我想说一下 其他立法会议员 在立法会的质讯上 提到一些关注 之前港大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 被传出有内地学生 以假学力入读碩士生课程 港大经济学院 亦及后有回应 调查后 发现有入学申请个案 涉嫌在申请过程中提交 一些虚假文件 亦已就事件向警方报案 有议员就关注到 这些涉及到学历造假的事件 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 立法会议员李浩言 早晨 早晨 你在质讯中提到的 关注这些假学历 那个造假事件 最主要是想提及些什么 想问些什么 我想因为 其实香港教育一直以来 我们都是引以为好 而且教育学校 是一个应该是很干净的地方 再加上就是廉洁 奉公守法是我们核心价值 如果假设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包括是造假 因而得到学历 这些是我们不能容许的 而实际上也应该值得关注 原因就是 因为现在似乎 涉嫌造假的个案 不是一些大陆个案 可能似乎涉及到 一些多少的人数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应该进一步去追查 究竟背后是怎么样 是否有人同一集体去造假 或者是怎么样呢 如果集体造假 又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 会不会可能是比较涉嫌大的 可能就是那个留学中介 所以我们就应该 向着留学中介这条线 去进一步去分析和调查 因为实际上你都看到 其实现在很多平台 或者社交媒体都知道 就是现在已经是有些过分到 就是那个中介费 你明白实际 就是你要去哪间大学 就有多少万 最高可以去到八十万 但是反映了 其实我们香港的制度 其实也是有效的 因为现在开始抽查的时候 就发现到 他们有这个情况 现在就开始调查 也看到昨天在立法会里面 和局长的交流 局局长也很明确说了 就是我们对这些行为 是不容许令容忍的 我想这个也是给到社会 给到准备来申请香港入学的 一些潜在的申请者 一个很清楚的讯号 其实有没有了解到 是保证取录的途径 都说得很清楚 但是你觉得他们的中介 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呢 或者怎么看政府这个回应呢 我问你刚才说 複实的这个讯息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第一 就是我们在制度上是不容许 也没有这些制度 所以我们应该有两个焦点去看 第一就是 究竟是不是这些留学中介 有一些虚假 甚至一些不法的宣传和手法 一方面就是他们可能是 失实宣传 可能是假的 但是也可能涉及 会不会像这次的事件 可能是有些帮一些申请者去造假 那这里已经是 对于针对那个 就是留学中介 已经是两个层面的考虑 如果他是纯粹是失实宣传的话 好了 那他这个问题 我们就用处理方法 就是可能是同一些平台 同一些社交媒体要求下假 甚至是引用当地的法律 会不会是追究他一个 就是失实宣传 虚假銷售等等的一些责任 好了 但是如果他真的涉及到一些协助造假 就是帮一些申请人去做假学历等等 那这个已经是进一步 一个刑事罪行 也都包括了例如虚假文書等等 好了 这个是第一端 就是看回那个 就是针对那个留学中介的体验 好了 但是另一端呢 我们也要考虑 因为这个事情呢 其实也都已经是存在了很多年 那为什么存在了这么多年 都仍然有这样的运作呢 那经过一些在坊间 也有据报就是去放射 所谓的 其实都似乎有一些好像很成功的例子 那这里面就应该进一步去看回 除了在留学中介端那边的追查之外 在大学里面 我们香港的专上学院里面 会不会亦都有一些 可能是修身过程的漏洞 甚至是会不会有些人士 可能是涉及到一些不法的行为呢 那又或者是在修身过程里面 是有一些的怠慢等等 那这里应该是两个焦点去存在这件事 从源头是要杜绝 刚才说到可能涉及到一些行为是失实陈述的 或者是造假的 你觉得政府有什么位置 是否应该要出售呢 这是第一样 第二样你便说到其实大学方面 都是否有个把关的责任呢 昨天局长也有提到 做好修身的把关就是大学的责任 漏洞方面 这个会不会是其中一个呢 因为之前我看到有报导都说 港大有部分碩士课程 申请的时候 不需要提供证明文件的原件 只是需要将电子版 就上传去到校方的系统 如果获得录取通知 才要求交原件或者认证那个副本 这个把关是否足够呢 或者你整体觉得 可能在哪些位置出了问题呢 我想两方面 首先第一 在政府在这方面 其实也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包括例如在昨天立法会的 那个教育局的发言 其实是澄清了我们的教育体制 其实是一个怎样的原则 这个讯号和这些内容 应该要清晰给到大众 和有意申请者是知道的 我想这个是在信息上的 但如果也都涉及到 如果遇到像刚才你所提及的 会不会有一些是失实宣传呢 这个可能就要进一步去想 会不会去引用当地的一些法律 去要求那个平台等等 去下架甚至追究一些的 销售的失实宣传的责任 好了 我想这个是一方面 当然对于大学来说 它是最终应该要负上 去把关的责任的 这里里面我们看到 一方面就是 有可能仍有很多空间去改进 但一直以来 其实香港的大学 都是主要基于一个诚信 去招收学生 但现在我们发觉 这个原则似乎 有一些时候被一些不法的申请者 或者一些留学中间濫用的时候 我们就自然需要去想 如何优化 首先例如上传了文件 到录取了 再拿个证本是一个方法 又或者是会不会去追查 这个他们申报的 之前的学历的那个大学 由那个大学的电邮地址 去发出一些证明呢 这个也是一些做法 其实我们也看到 如果是很多海外的学 包括是内地 他们其实都有一个认证的体系 就是利用教育部也好 或者涉及到当地使館的资源 去帮他们看一看 就是会比较认识当地的情况 就是做一个认证 这些都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总而言之 其实要去 既然这个诚信的机制是滥用的时候 大学就应该有一个 进一步的把关 去检查一些合法的学历 刚才也说到有没有一些认证系统 有议员也提到 是否可以参考内地学历的认证查询系统 其实内地学历 如果有些认证查询系统 香港的院校 是否可以 都可以拿到相关这些资料呢 有没有去做呢 或者不做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如果这么说 这个应该是把关的基本 向原本的院校 去了解这个人是否读过 是否呢 我想这个方法也很多的 正如你说内地那套 即是有两个系统 在教育部之下 是做认证 一个是一个学校的名单 一个是所谓的医网部 其实都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但实际上可以做的也不少 例如刚才所说 现在有些大学 香港的大学 已经要求 那个申请人 是要他在原本那个 获得学历的那间学校 就发出电邮 就给他去证明 他那个学历的证明 也都看到就是用回 之前面申请者那间申请的学校 他的学校的电邮地址 这个已经是一个方法 除此之外 其实也有 例如就是 他的一些出入境的证明等等 其实方法很多 我想应该是 既然有被濫用 其实大学也应该是去跟进 我看到 我也知道 其实现在香港有些大学 已经是受着这方面 开始有些措施的改变 最后都回应一下 今次这些事件 虽然说是极少数入学申请 出现这些涉嫌申请入学 提供虚假文件 对于整个大学界来说 有多大影响呢 会不会甚至可能影响到 说香港现在想发展 为一个高等教育的 一个疏漏的发展的定位 这个会不会有机会影响到 我想一定有的 因为 我想绝不能容忍 忍也都不能容许 因为 大学是一个干净的地方 教育是一个应该干净的地方 再加上就是廉结 其实一直以来 都是我们香港社会 一个最核心的价值 那我们是不容许 对于有任何人去破坏我们这方面的 从廉结到教育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理想定位 实陆来说 如果说我们做得不好 对于我们发展的教育疏漏 亦都一定是影响了我们的声誉 OK 好 谢谢李浩然跟你谈到这里 李浩然是立法会议员 他就关注到之前有一些专上院校 究竟是否和一些留学中介的关系 因为都据报 有一些人士就怀疑透过留学中介 是大学的责任 需要确保机制一事同仁 责优而取 以及公平公正 其实都指收生标准和程序 都有清晰的内部指引 至于自知院校收生的程序 他就说 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 不时都检视院校的相关程序 有个发现有疏忽的话 就会是提出的 有不同议员都关注到 究竟是否可以加强 一些院校的学历的审查 187231讲一下你看法 部门 如果 你 有